问了几次他们说没有几百块钱 然后到时候给我打个最低折 打个3.5折嘛 然后问了几次他们又没说价格 然后就是说了那个药水是168 然后但是我烫完了以后 他们结算的时候说我花费了5000多 用了几只药水啊 用了8只 这个他们也 每一只168 对对他们也没有提前跟我说 然后 那你知道用了8只吗 不知道 这家理发店位于杭州人和街道 招牌写着新奇点 一站式变美中心 最低折就是必须要办他们的会员卡 才能打三点几折 袁女士那天付了8888元 收款的是新奇点美容美发杭州人和店 不过她拿出的会员卡上 却写着杭州振宣 看到这个店名 熟悉我们节目的观众应该很熟悉 在收据上品名及规格 也写了震宣有限公司 收款人是新奇点 据袁女士说 办了卡后 那天5000多的消费 就当赠送给她了 没有从卡里靠前 第二次去洗头发的时候 然后他们又说我 头发上有头皮屑 然后有满虫 然后就给我用了一种药水 然后结束以后又说 就是这个得 什么好几个环节 每个环节就要两三百块钱 然后不能从卡里扣 必须另外付现金 他说你没收她钱 免费给她做的 谁说没有收钱 你当时扣了488 怎么没有收钱 去查一下 有没有扣你这笔费用 我怎么查 我怎么查 每次所有消费 你们没有给我签字过 然后 这一名工作人员说 自己不是当事人 关于袁女士办卡的经过 她是这样回应的 我们办卡消费 都有明确让她签字的 不可能不讲 不可能不讲 她会充8800万 我问你一下 她那些消费给她 消费我算出来是5000多 她说没跟她讲 要这么多 大哥 大家都是成年人 消费不明确 她会去花这个钱 去再花8800万 之前消费都不明确了 当时就可以投诉了 为什么要等 消费完以后 再过来投诉呢 是不是 我们都有签字的 确认消费的 她才会去充这个钱 对不对 她用的什么药水 我们能看看吗 168一只 不好意思 那个在公司 这家新奇点 跟郑宣是什么关系呢 记者看到 隔壁就有一家 郑宣理发店 不过当记者进去询问 郑宣的工作人员回应 跟新奇点没关系 我们是新奇点门口写的呢 她问我们 郑宣这个卡了 因为她要全国通用 我们就跟她 叫我们内部人 帮她开了郑宣卡 你们当时说 就是所有什么杭州 郑宣的分店都可以用的 对啊 我们就帮你开成这种卡 那你们跟郑宣没关系 为什么可以开郑宣的卡 我们有个协会的 可以 就是说有需求 我们可以相互联系的嘛 那她的这个卡能在你们那儿使用吗 可以在这里使用啊 记者注意到 店里放的营业执照 注册类型是个体工商户 记者找出了这版新销法上的内容 跟这位工作人员一起探讨 企业法人提供的单张 记民运付凭证金额不得超过5000 其他不能超过2000 咱们这个卡是有8000多了 是吗 是吗 市场监管局会处理的好吗 谢谢 这已经在整改了 因为我们也是接过来的 知道吧 我们也是接过来 我们在做做调整 那你也知道是之前的 我们现在还没更改 袁女士说 之前提出退款 工作人员表示 之前的消费要按原价算 她无法接受 现场这位工作人员表示 等当事人过来 查清消费明细后 他们会跟袁女士协商 188黄金眼记者报道